253 太陽報 淺草酒店起火而26樓廚房笑貨 2015年7月27日國際A22 本報信 日本東京旅遊景點淺草一間28層高酒店 昨日下午起火 濃煙沖天 蘇白名住客緊急疏散 消防到場撲救 幸無人受傷 住客職員急疏散事發於下午12時40分 淺草豪景酒店屋頂起火 冒出大量濃煙 衝上半空 在遠處都可見到 所有住客和職員要緊急疏散 到酒店大堂集合 再往酒店外站備 消防部門接報後派出15輛車罐破 當局懷疑為處26樓的餐廳廚房市起火源頭 不排除與食用具和空調設備有關 酒店位於淺草的中心 非常接近旅遊景點淚門